在这个视频里我将给你展示为什么应该在手机屏幕上倒这种液体 后面我会给你展示一个难以置信的结果 你肯定和我一样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像你视频里看到的一样 由于手机不断滑动屏幕 屏幕有时会产生静电 不仅会吸附很多的灰尘 而且你的手机屏幕还会粘贴很多油渍和污渍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只需要两个简单的小步骤 第一步我先找了一点洗碗液 这种液体的粘稠度符合我们的要求 因为它可以作为研磨屏幕的介质 我们还需要一块眼镜布 接着将洗碗液滴一滴在屏幕上 现在我以圆周运动的方式 把洗碗液涂满整个屏幕 这样的动作持续一分钟以后 屏幕上油渍和污渍都被溶解到洗碗液里了 这样擦拭几分钟 直到屏幕变得光亮 你会发现手机屏幕非常小的划痕也消失了 第二步 你可以找到这种液体 它就是一物柔顺剂 你可以将它倒洗滴在手机屏幕上 同样进行圆周运动 这样的擦拭持续一分钟后 一物柔顺剂也被擦拭干净了 这时你会发现屏幕变得闪亮 再也不容易黏灰尘了 因为一物柔顺剂中含有抗静电的成分 这样会很好的减少静电吸附灰尘的概率了 屏幕也变得干净闪亮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记得点赞分享去帮助更多人 我是妙召先生